好的 我們今天為大家會請到很多的專家 就是包括我們的這個業力醫療專家 園藝達人 還有我們的這個KTV專家 還有我們的會計師 還有我們的情報局小編 他們就將來幫大家解決很多的問題 那麼接下來這個問題這位朋友給我們提的是非常有意思 他說我實在是在疫情期間太懷念國內的這個卡拉OK的生活了 在疫情期間不敢去到那公共場所去用那種公用的麥克風 因為就比較擔心 而且也比較受不了這個KTV的煙味 他想請教一下在LA地區 洛杉磯地區有沒有這種家庭式的這種KTV 而且就是可不可以上門來安裝 可不可以達到這個比較專業的KTV的效果呢 最重要的是就是買了這些設備以後 維修以後是否有保障呢 然後他說請問三寶店的專家 是不是有這些可以請到這樣的專家 幫他解決問題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YC家庭KTV設備專賣 資深營運總監 凱瑟瑞 凱瑟瑞你好 哈囉 你好 聽眾朋友好 早安 早安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問你是絕對的正確了啊 那肯定 好 那你幫他解答一下可以嗎 可以啊 那首先這位聽眾想要被家庭裝家庭卡拉OK的想法呢 我覺得首先要大大肯定的 非常跟得上潮流 對 你看你比如說馬上11月的感恩節啊 12月的聖誕節 還有1月的新年 是 還有2月我們中國人的春節都有非常多的機會用到 所以現在真的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入手的一個高頻率的使用的好時機啦 對 因為家庭KTV設備真的可以在聚會的時候做到一個頂上添花的一個作用 對 那就像這位聽眾說的 現在疫情期間去外面 總歸覺得有點安全衛生啊 還有煙味不太喜歡 是 那我會告訴他說 那總體的一個價格的話 其實專業的一整套家庭KTV的價格 就是客人只需要提供一個電視機 就是電視機一般是不包的 對 基於所有的設備 suppose就是師傅安裝完 他立刻就可以唱上 而且是可以達到KTV的這個效果 那整體的 對 非常方便 那整體的價格就是從1000多到5000多都有嘛 那為什麼價格會差大概4000多這樣 是因為他選擇的音箱啊 功放啊 和麥克風的檔次是不同的 對 那有一些美國的音箱呢 它就會比較粗糙一點 比較造一點 那一些日本的音箱呢 它就會比較精緻嘛 像我們華人都知道 日本的這些卡拉OK啊 這種電器設備啊 都技術上是比較領先的 還有它做工 對 畢竟這個東西是從它那來的 對吧 是是是 對 對 它們的技術的確比我們領先很多年 也包括比對美國本土領先很多年 所以說如果要選擇日本的一些相關設備的話 那的確就會貴一點 那我的經驗 我們的經驗就是 如果要入門的話 大家在家常常就可以有個這個氛圍 那大概1000多就夠了 就一整套 對 對 對 才1000多嗎 對 對 對 那如果它想要好一點的日本音箱呢 那大概就2000多 對 就貴個幾百塊 貴個大概500多塊 2000多這樣 那如果它不光要音箱好 它還想要好的這種日本的麥克風 因為它不光要音箱出來的效果好 它想它的聲音唱出來 更有那種明星的那種 鴻厚的那種感覺 環繞 錄音間的感覺喔 是 錄音間那種語音環繞的那種感覺 那可能大概就是再貴個700多塊 那可能就3000出頭 對 那東西嘛 你要想更好 更精緻 更高端 那肯定還有更好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還有4000到5000 那那種呢 我們的建議就是 比較適合那種高條的 就是高條的 對 對 對 就比如說像國內說那種高條的那種挑高層 或者是說那種比較開闊的區域 就是可能連飯 對 對 比如說四五千square fee 有那種需求的 那可能就會貴一點 對 那我這邊可以給大家一點 選購家庭KTV的一些建議 對 就幫到我們的聽眾朋友 那首先一定要選擇 對 美國本土的有體驗店的公司去選購 因為你想 有那麼多個音箱設備 有那麼多個 比如說麥克風 對吧 你肯定要去現場去聽 去比較 對吧 各個音箱和麥克風的區別 你才能做出判斷 對不對 所以一般專業的商家他都會鼓勵客人來體驗 他們一定會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你在他的體驗廳 對 現場聽到的一個感覺 就是所聽為所得嘛 那你在體驗廳聽到的設備一定是這個公司的專業師傅團隊去調適的 對啊 那你在家安裝呢 最基本也是可以達到這個效果的 對不對 所以一般如果有客人來我們商店的話 我們會跟他說 讓他試聽 他所有感興趣的 我們不怕浪費時間就讓他去聽 對 這樣客人自己能聽出差別嘛 然後專業的 對 專業的商家會給他一些建議 對 因為他如果又想配日本設備 又想配音箱 又想配麥克風 對 但是他錢又有限的話 對 我們要這時候專業的商家 就會告訴他說 我其實告訴你 一套設備是音箱最重要 其次是麥克風最重要 然後是在考慮供放 對 這樣子就可以幫客人把錢花在刀刃上嘛 對不對 就是給他們家庭量身訂做一套 就是各個方面都考慮的周全的東西 相對 對 對 如果他預算有限的話 那肯定是告訴他說哪個效果 比如說這200塊錢放下去 會效果最好 就是達到整體的效果會最好 對 那還有 是 那還有我還有個建議就是 大家就是聽眾朋友們在選擇商家的時候 就是要 除了剛才說一定要有門店 可以現場體驗 那一定要看看 可以看一下這家公司 是否有那種大牌音箱設備的授權 就是一般 對 一般這種日本音箱或者高端音箱 他選擇公司的時候 選擇授權商 選擇 dealer的時候 他一定會替你去考察這個公司的資質 對不對 替你考察這個公司的就是背景 這樣子其實就可以省去我們很多的一個煩惱 對不對 對 那還有的話 我會建議客人在選購的時候 可以看看這家公司 對 這家家庭KTV公司 是否可以提供大量的安裝案例啊 作為經驗的一個證明啊 對不對 對 你可以通過他以往的案例照片 可以看出他的做工啊 他的師傅做工 現場是否整潔啊 埋線的效果啊等等是否好看啊 對吧 因為你必定要把你的家交給他來去整個setup 是 所以這也是很重要 因為說實話 對 同樣的一個設備 有經驗的安裝師傅 可以達到更精準的這個調音效果 肯定的 就是專業的人做同樣的一個事情都不一樣 是不是 就像妮娅一樣 哈哈 沒錯 非常感謝我們的這個 YC家庭KTV設備專賣的資深營運 我們的Catherine 非常歡迎你來做客 其實說到這個KTV 說不定我們有很多朋友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我們希望下次能夠請到你來幫他們解決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自己去到這個朋友家裡面唱KTV 我就會覺得感覺好像很貴很貴一套設備 結果沒想到你就是可以給到讓我們覺得很親民的價格是非常的好 對 對 對 最後我想說一下這個問題就很快的說一下 就是剛才那個聽眾朋友說是否可以安裝 那LA地區那肯定可以安裝的 這肯定沒有問題 專業的商家肯定會提供這個安裝的這個服務的 這個完全不用擔心 還有售後啊這些都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你想想看一個有門店的店 它肯定會對自己的口碑啊 對自己的品牌都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它的維修售後 我覺得聽眾朋友們完全不用擔心 就是找到一個專業的家庭KTV安裝就是最重要的 好的好的 非常感謝您Catherine 好 謝謝